大家好,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1至10月每天超過100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講到這樣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懇請大家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社交媒體、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帳戶有風險 簡直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Signal、IG、TG等等 盡快將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分散風險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我始終覺得在好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丟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是誰想 媽媽說 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個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Calvin 你收看的是CC新聞 我已經有一個心理 我已經有一個心理 我是金蘭 我已經有一個心理 你會看到 我才是要有一個心理 我再是我 ,我是中學生 我又是我 电视台联播,有我Kelvin,还有《坚地地正经》,馮智正 今天是不是讲动漫? 我特意发现零玻璃出来的 为什么今天会讲动漫? 我收到风说今天是不是讲什么? 讲一些小说,轻小说那些 是不是我们这个动漫废物和火烧万世桥 那我是不是跑去顶了? 不是讲漫画的 你今天开座票 你讲漫画也可以 我们立刻转吧 我们立刻讲龙珠 龙珠与中国经济 我看来是怎么讲法 就是求一条神龙出来 如果没有神龙,你为什么能够解救? 其实悟空就是马克思 无论多少时候都要找到農珠 不,找到悟空出来 背后发工 今天我们不是讲火烧万世桥 我怀疑这个是不是没有人听网台的 不知道动漫废物和火烧万世桥是什么 太联系了 如果有网友有听过火烧万世桥 或者动漫废物一定有听过 火烧万世桥 也有名的,你会发生台的 火烧万世桥有一个现在有少少出名的 也不是少少 不是,客串的嘉宾也是很有名的 除了客串,除了周庭客串 另外就是欧乐坚是长期主持的 各位网友 今天跟今天讲的话题 跟朱几峰健三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硬硬 但我也不能怪他 因为我们比较赶快 话说今天我们两个录音时间都超级赶快 原因是因为我外游了 这些网友都知道 顺便找个数据 然后就问了 有没有网友有兴趣听 当然这个民调是会有点陷阱的 因为你举手可以的 当然是有兴趣听 不排除沉默的大多数 都是不想听的 所以今天是个风险 是没有人听 是有个风险在 但是 我们尽管也试试 真的想不到 我做了网台十多年 竟然有这个题目 我终于有机会讲 然后竟然是讲到 就是金融小说 因为这些题目 哪会轮到我讲呢 这些当然是萧生 陶财子 国际关系看金融小说 等这些才子去讲 还有就是吴可怡 吴可怡 吴可怡写金融 是吗 写金融 即是评论金融 所以我们这次 我们也不会和他 潜月霸了这些文学地位 千万不要预期我们 不要预期我们分析 起承转合 文不如学 但是你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哪些节目 是这样去用金融小说 去设计这个国情 即节目上 我觉得中国的金融小说 即这本金融小说 本身是一个国情研究 是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用这个角度去设计 但我觉得比较难去解决 就是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 在今时今日 再看金融小说 讲些什么 尤其是我今天 是要 是不是过了二十三条 两个星期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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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时候要实名举报 是的 好 我们举报这个金融小说 全面下架 是的 我以为你举报金融 先游了 不要搞别人 是的 金融小说的版权人 是金融的儿子 喂 不要嫁人家 不要嫁人家 是的 但是你反过来想 其实金融这本小说 现在我们差不多在我的年代 每个学生都要看 因为是阅读报告的必要其中一篇 那么好 我不知道我的年代 校本评和阅读报告 是其中一个选择 是射雕英雄传 哦 所以没有人会看其他算 你有TVB版射雕英雄传 你看完它便算 金融 这里我们进入正题之前 因为我对金融小说实在太童年 这件事实在是我童年 童年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很感动 很感触 讲这个话题 但是我想了解一下现在 首先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 小朋友 但你说必读 我不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 会不会看金融小说 我也很想知道 你是如何接触金融小说 TVB 十居其九都是TVB 当然我不是黄日华的年代 我们最少都看到古天樂 我觉得你是古天樂 因为我是很神奇的 我那时候也是跟TVB似的 我那时候看刘德华重播版 我其实很想知道我看哪个版本 因为它好像是八三年 第一次首播的时候 那不可能 我一岁 没可能看神叼合女 应该重播也是合理的 应该是我十岁八岁的时候 差不多 那时候我还用录影带 因为它是夜晚重播的 就是重播剧 我那时候用录影带 现在有没有年轻的网友都不知道 录影带全部集数都录下了 那时候喜欢到这样 留得说陈玉年的神叼合女 是永恒我这代觉得神叼合女就是这样 总之就是陈玉年 然后那个神叼合女很好看 好了 容许各位网友引来以下 容许我简单讲讲 那时候我很喜欢 所以神叼合女算是第一本 很影响到我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本小说 好了 跟着之后 以前我们小时候有租书的 我不知道 我填的那些点心指 然后租书 以前都收拾了 小说店 这些漫画店 旁边有小说店 是不是开益还是什么 我以前有 开益好像是寄业 我肯定是寄业 以前是想借书 然后有想过 不如金融小说这么出名 不如租来试一下 不不不 对不起 因为我爸爸 是有了整套金融小说 我有尝试过去看 我怀疑我选错了 我应该第一本是选择 不知道是不是介绍我 江湖还是天龙百步 头一堆 还是二天堂龙记 头一堆全部都看不明白 十岁八岁都看不明白 那就放弃了 然后呢 对了 我选择点心指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 漫画赛节中的 有本叫漫画 射雕英雄传 我租来看看 我发觉 为什么我不看原主呢 我应该是五六年班的时候 再次尝试看《金融小说》 就不能自拔了 整个小五小六 应该就是天天看《金融小说》 以前怎么看呢 就是看到假扮做功课 然后《金融小说》就放在台底 夹在这里 对了 然后妈妈一进房子 即是假扮做功课 你不要笑 我打其他东西 我不要看小说 那时候妈妈就转了 我说你看这么多《金融小说》 又不见你中文很聰明 我又拼不住 然后《金融小说》是一种魅力 你是拿着它 过马路就拿着它 拿着它走进厕所 图书館的书就这样被你摧毁了 不是我老爸而已 然后到后期 仍然久不久会翻看 近期就没有了 不要说近期 做了网台之后 也没什么时间再翻看 但是影响很深 然后到越来越后期的时候 开始了解国情 然后你发觉以前看的东西 好像张无忌 张无忌就是背了 邪迅迫他背了所有口诀 然后他慢慢才能够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慢慢看回 真的很厉害 然后你看回 这本书是70年代写的 真的很厉害 有很多我们现在流传甚广的金融作品 其实你问我《射雕英雄传》 是写得最不好的一部之一 或者是不算特别好的一部 说后面好的那些 其实你由天龙百步 少傲江湖 绿鼎 现在大家过都很赞这几本 是六七十年代写的 有些是五六十年代的 比如《射雕英雄传》 那些是五六十年代写的东西 写到六十年代左右 但刚才你说的那部份是很过瘾的 就是你小时候看的时候 你当它是一本武俠小说 你就当它是一本Sci-Fi 就是科幻小说 这个出规波气功 那个跟你当 然后就进入日本黄道剧情 打了思路打不赢 回去练功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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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你有没有像我那样穿迷呢 还是像你不算呢 我穿迷有两三套 一套就是《维斯理》 那时候有百多本《维斯理》 我是逐本逐本看 我是废枕王餐地看 我跟你一样 但是当然我妈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即是你维斯理派的 明白了明白了 是的 然后反而金融我就看了几套 反而我还要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不是看最出名的几套 我有看《射雕用转》 有看《神雕合律》 有看《百马蕭西风》 《碧血剑》 《鸣鸦刀》 《连承诀》 那些细书我全部都看了 就是最小的几本 《月女剑》那些当然很容易看 不知道夹在《飞活外传》 其中一页而已 然后有看《鹿顶忌》 和《笑浩江湖》那些 但有几个我禁止了 譬如《书劍恩仇》 我禁止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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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某程度上 我和今天的主题是有点迟的 因为我看《金融》的时候 是很后期的时候 我小学反而是喜欢看《维斯理》 然后去到中学了 开始有点中国文化修养的时候 就突然说 不如看《金融》吧 好像挺好 然后就看《金融》 谁知道我的老师很衰不衰 人家看《金融》 是顺着有两种时序去看的 一种时序看法 就是你一是顺着 就是查良荣先生去画 写《金融》的时序 就是由《书劍恩仇落射雕》 《雪山飞湖神雕》 然后慢慢下去 去到最后就是《鹿顶级》那一堆 另一个就是用另一种方法看的 就是按朝代去看 按朝代分是很複雅的 你就忘记了哪个打哪个在前面 然后宋朝在哪里 然后慢慢就用中国朝代去看 我的老师很衰 今时今日 幸好他不在这儿了 不要再做中文老师了 否则就一会儿是国安法 事后了 他就按着说 你喜欢那一段中国历史去看 他给你几段 文革反右史 哈哈哈哈 反右史?文革史? 然后就有改革开放 然后放下去 那你放下去 其实你究竟作者心态是怎样的 这种看法去看整套金融小说 是完全不同的 即是你一路看的时候 你是穿越现代和古代 譬如你说少傲江湖 少傲江湖的时代 就是茶梁荣被人落追杀令 就是六七暴动时期 暗杀名单 其中之一就是茶梁荣 然后他整个心态就是 你不要搞我了 我写少傲江湖 没错 而且当时他应该走了老 我记得惨了 离开了香港 对 我不知道他再去哪里 我不知道 我忘了去大马 他不是在香港写的 所以果然去写少傲江湖 你就有一种走老的感觉 所以很有趣 譬如我这个 我纯粹是看小说 接一个看看 最后就看到国情 但是Jacky 就是先接触国情 或者中国文化 然后看回这个小说 这样的相遇 就很有趣 可以麻烦 Jacky简单说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像我那样 你说金融小说 就是看幕后小说 你如果了解柴良容的背景 就会觉得 再多一个层次 去看这件事 譬如他 很多人都觉得 他最后是亲共 親中 但是忘记了他当初 他曾经是文革被迫害 其实他很早来香港 然后就是他爸爸 有时候他知道他的家人 是被人斗在上面 所以他就很憤慨 作为一个文人 就用文笔去抗共 然后 糟了 文化抗共 这些叫远对抗 远对抗 或者不要说抗共 他表达他对政权不满 或者他认为政权应该如何 然后成为了左派的目标 他之前是文汇认大公的 他一开始是新晚报 其实就是另一个我们有访问过的人 那个就是罗夫 我们访问过罗夫的儿子 我自己也见过罗夫先生 很老年纪 典型一个当时被传 就是中共派来香港做统战的人 也不是被传的 也是真的 然后就开了新晚报 也在大公报做副总编辑 新晚报就是大公附近的子媒报 然后他自己最惨的就是 罗夫最后就回到内地 被誉为是双面间谍 然后远禁了十年 但是他当年在香港 培养了一堆的文人 是 所以他当时是左派背景的人 底下发掘他出来 所以其实都可以说有左派背景 还有当时你是查梁庸 在北京 在内地的时候 浙江那时候 其实他是国民党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49年 他读书时代是之前的 所以他的背景 一生就是在当代中国 最波澜壮阔的一堆政治史里面 突然间做文人 还有他第一个学位 你猜都猜不到 人家读国际关系的 他读外交 接着是读国际法 接着是读历史的 所以他整件事本身的人 去写金庸小说 就不是在写两个人在练功 对 你说得很硬 很多国际观 国际斗争的东西 其实那些元素 尤其是在六顶纪 然后他自创了明报等等 好了 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各位网友多多包含 今集对不起 我拉下的质素 很难很有系统地说 可能会跳来跳去 大家多多包含 如果你要很有系统说 你听回小粉红那些 因为现在自从金融 成为国家的软实力出口之后 再加上香港搞国际金融中心 真的查量金融中心之后 那个变成金融为止 现在就变成金融中心 但是你觉得对 金融之勁抽到这一刻 因为他的小说最后是70年代 完了 距离是差不多50年 仍然无限 那么多疑似创作 电影电视改编 游戏 评论 真是很厉害 他的金融 universe很厉害 这个金融 说真的 他第一个是出这个 universe 因为他根本上那么多套书 其实有部分时空是交叠的 大家都以所困长 就是射雕之后就神雕 神雕之后就以天 三个其实一起交叠 而且有些人是穿穿插插的 有些中派是穿穿插插的 那些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再说 因为有一两个中派是很值得说的 就是华山和武当 那为什么华山派没落 华山派一开始是很厉害的 就是 去到以天屠龙记的时候 华山派出来搞笑的 对 没错 如果你这样看 中国内地真的将它 变成一个有系统的分成 这些又是交给小粉红YouTuber 我们今集是跟你说 如何将金融变成国安问题 真的 其实你真的明白 我主要想说两本 但可能会穿插其他 就是少尔江湖和陆鼎记 尤其是少尔江湖 如果你真的读通少尔江湖 即是你就明白国情 这本一定是禁书 因为你是完全知道共产党的真面目 或者不金融他认为 投射出你们伟大祖国的真面目 其实是很大件事 或者可能知道 或者有些人不知道 很多中国人可能知道 香港人很多人未必知道 其实你想知了解 所以如果你学国情 真的要看少尔江湖 我这样讲 Jacky再有系统地补充 所谓武俠小说 有几个元素必备 一定有个武林 通常武林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标志性的人物 或者一些物件 或者一些族群 通常一定有教派 一定有的 除了一些有党有派 例如少林武当 丐邦 基本上这些集集都有 这些是永恆存在的 完全是他告诉你 中国脱不了瓶 丐邦永远存在 好了 其实周星馳的改篇很厉害 但今天真的没有时间讲 然后讲回少尔江湖 主角就是灵狐冲 然后讲在武林的恩恩怨怨里面 金庸每一个主角都有不同的性格 好像Jacky所说 有一些是跟着金庸自己的心情和力量 去慢慢变化 然后有些是昂直 有些是聪明 在灵狐冲就很特别 她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 但是她是一个很浪荡不羁的人 然后很痴情 但是她的性格就是笑我江湖 最重要是不要跟她讲什么大志向 她不是想做什么天下第一 我要拿走维生 我不是拿来练剑 是的 大师兄是废的 用现代说法 她就是享乐主义 你不要跟她讲我要改变世界 我要复兴伟大祖国 你不要跟她讲这些东西 相对围着她的那群 全部都是野心勃勃的 全部都是要反过来 都是要统一江湖的 包括日月神教 日月神教的人物 包括任我行 东方不拜 然后任月神教被人认为是魔教 好了 回到所谓的正教 正派 华山 五岳剑派 他们又有一个大联盟 这些代表人物 比如岳北群 左冷闪 到最后 这个一定是穿桥 这个一定是穿桥 不不不 五十年前的书都穿了 没所谓 结果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斗争的 全部都是你斗我我斗你 而且最抵死的是什么呢 他是写岳北群 写到他衰了 岳北群 小说 有一个人知道 究竟金庸是怎样写小说 亦都找不回 只能找回他的手稿 但他现在有很多后製的东西 有种人写小说 是一直写 一直想的 有人设有世界观 一直想 只是有一条大招 但因为你每个星期赶稿 所以加下去 但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少傲江湖也好 金庸的大量小说也好 其实是报纸连载小说 报纸连载小说 和J.K. Rowling 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 J.K. Rowling 那些小说 即是你真的要写书的小说 你是一次过已经写好了一本书 所以你基本上 那条大招 是由头到尾 考虑结局 出来 然后再摆过 先摆出版写 结局是齐全的 连载小说的特色是什么呢 中间是会改巧的 写一写一写 没人知道是什么 但我猜 我猜俄北群一开始 是不是一个坏人 未知 但到最后 俄北群就明明 这么多个欠大哥 连俄北群也是一个坏人 这个世界老板只有PK 我想她的下场未必决定 但她的仁切 我觉得她准备了她不是表面那么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外号应该早就定了 她的外号是君子劍 不过你说得对的 究竟她什么时候变成魏君子 我不知道 你说得很硬 不知哪个位置她想 她一早想定 还是中间变化 不知道 反差是什么呢 但是恶不群的形象就是君子劍 就是风道偏偏 正人君子 简单来说就是仁义道德 是 然后五岳劍派的时候 又能打得 不过有一个野心家 就想出来做五岳劍派之首 但是恶不群也不差 起码有道德感召力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她最好就是吃道德高地 是的 我有光环 她是懂得拿光环的 左冷蟬就是特朗普 他是真小 make 5岳grade again make 5岳grade again 就是这样 明教的日月神教 好了 话说这个五岳劍派 即是有五岳劍派 有华山 松山 泰山 五岳劍派 他们想做一个大联盟 做一个大台 大台 后来根据恶不群 或者左冷蟬的那个 藍徒 就是我们五个成为大联盟 然后 就可以和你 美国和欧盟 不是说错 就可以和你 少林和武当 顶足以三 然后再超英赶委 不是 接着就要再 聯合你们 一起去对付外敌 就是日月神教 然后最后就统一天下 復兴偉大祖国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说五岳劍派 内有内斗 里面是斗餐饱 一个同气连知 也不知道在哪里 由第一天说同气连知 那一部分就开始打到最后了 五岳劍派 有个slogan 就叫五岳劍派同气连知 是的 我们想起这些很熟悉的slogan 你有没有想起这些熟悉的slogan 不要说slogan 过了23尺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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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样 好了 这条线竟然相当精彩 因为就是 最后恶不群 被人的串就是毅以君子 你越满口仁义道德 其实最后你就越丑惡 好了 另一边的日月神教 被人叫魔教 魔教是否就是魔呢 魔不完 因为他人形影的也挺不错 那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做过 反过来 而且他一开始已经出了什么 就是因为有个魔教的 还忘了哪一个出来笑傲江湖 去行船 所以那时候说的是 两个好像很敌对的阵营底下 都有一些做到好朋友的人 但是基于时局就被人打散了 说到这两大派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联想到 就是国共 那时候国共有得 资本共产主义阵营有得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不过肯定是一个敌我 所谓的敌我分明 就是这些对立场面 没错 总之我眼中 你就是奸的 你眼中我就是奸的 另外一方面 同样精彩就是日月神教 日月神教也是欠奔头 要欠那个龙头棍 又要欠龙头棍 好了 華水灵湖中 某一个桥段里面 就撞到一个斗输了 斗输了被商规了 就是任我行 商规去一个 还要被人用锁链锁住 他就说 我很差 这个党明明是我創立的 我立下多少汉 这个江山我打回来的 现在 有个人 二五仔 斗死了我 我培育他上来 他斗我 凌胡冲就觉得值得帮他 他搞到现在 整个教室都乱了 好了 接着 那个对手是谁呢 就是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就是改革派走出来 其实不是改革派 是奪拳派 是奪拳 但我跟他说 不行 我们要无望初心 是我的 是吗 对 东方不败的武功 我们稍后再说 这集里面 我一开始就是高潮 整本书最精彩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 凌胡冲就认识了东方不败 武功果然盖世 但是他也要帮任恶行斗他 打打打 终于千辛万苦就赢了 他对于日月神教 对于东方不败 对于那种教里面的文化 他已经想作呕了 就是歌公 不单只是作呕 是他也不懂 他也不懂做什么 对不对 就是歌公总得 你说他是坏人有多坏呢 整个文化里面 歌公总得 然后就是大刹马皮 还有一幕他灵活中看到 哇 这个东方不败果然是奸 为什么 因为有个老神子 这些红一代 有个老神子就说 以前的党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教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被一个无能之神上位 搞到天翻被覆 激怒了东方不败 一旦阻挂了 我想最搞笑的是 这个你还要讲到重点 就是这些人在刺激东方不败 说他无能 小人 有问题 但是你基本上 你看 东方不败是有能力的 是 他是管你的教 井井有条 而且同时 他是不是很差 你很差 你只要打你 你输了才出去 对不对 然后最后最荒谬的 他说 这个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本身是个男人 但是因为他练了葵花宝殿 持功了 就变成LGBT 所以他就喜欢了一个男人 变成一个男人 就说事 其他教众就很不服他 好了 我们长话短说 总之任我行派 终于就做瓜 做东方不败 凌沪聪觉得 这个教会令人无骨悚然 讲到什么教主千秋万代 一桶江湖 看到这些拆马屁 想吐 好了 任我行就上位了 任我行就说 他就搞民主制度 然后一人一票选教主 没错 我们很记得 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也说过 一定要行民主制 一定要轮题 否则我们会变成一个无限斗争的循环 听到想哭 毛主席 很感动 毛主席赢了 赶走这个可恶的蔣介石 一统江湖 就够了 任我行就说 世侄 因为凌沪聪和任盈景经义一起了 世侄 来 帮我手 现在我们新中国 用人之制 大家好我是Calvin 由于香港的罪案越来越严重 骗案横生 保安局局长说 一至十月 每天超过一百宗骗案 增幅超过五成 讲过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请大家 尽量提高警觉 保障自己的私隐财产 不要被匪徒有机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负担 Patreon 马上转私隐设定 电邮 社交媒体 更换密码 如果你认为 你任何一个账户有风险 直接整个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尽快将所有资金调离危险的地方 分散风险 你对我们的支持重要 但你们的安全更加重要 尽我们的公民责任 打击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团 人人有责 各位网友 如果想获取更多 关于财富增值 理财投资的资讯 欢迎加入财富BB班 购买方法有三种 第一 成为财富BB Club Patreon的会员 方法二 在现有CC工作室的Patreon 有一个新的财富BB班的Tier 连大火85折一维 方法三 在Patreon里的Shop商店 单购2024二月版 今天开始理财投资 我们在班上见 任我行就说 世责 因为凌沪聪和任盈盈 精义一齐了 世责 来 帮我手 现在我们新中国 对不起 新日元神教 新日元神教 用人之制 我们完全和以前不同 我们不要搞什么拆马屁 我们拼经济 OK 我们很稳定 我们不会再搞内斗 凌沪聪都有一刻是心动的 也áis老婆 好不好 实际上阮和任盈盈盈盈相 他居然是个外父 还有我想成为多不同 是的 大家�互拼 jour 另外凌沪聪 也想不如怎么也可以去干 在他最後離開日月神教他看到一個什麼景象 整班教徒不是講教主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還要加一個聖教主一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而當初說很鄙視這個拆鞋文化的 要由頭戴甲薪的 要搞新中國的 任我行在上面非常滿意 是教民選了我做你們的領導 沒錯 不是我想做教主的 是班人要我做的 然後寧胡聰對這個黨已經完全體痛起頭 對這個教完全體痛起頭 所以寧胡聰就決定 就好像國產007那樣 打打殺殺不要餘我 我回去扣任營營好過 就此就完結 我覺得很震撼 你說完這一部分 你要記住 如果我們真的要看少傲江湖 然後不是看小熊書那些 小熊書是不會告訴你這些 少傲江湖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寫的 你告訴我 是不是都是六七十年代 不是六七十年代 那麼簡單 少傲江湖在吳國耳寫的年代 其實是1967年3月 根本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如果你說五一六通知 大概是1966年左右 五月十六日 其實文革五一六已經開始了半年 然後開始了半年 你是作為茶樑用 你能聞到眉 然後你那年六七暴動 就是香港搞的 所以整個少傲江湖 其實你應該放在作者背景上 他根本上就是文革背景下寫少傲江湖 他沒有必要說 究竟哪一個是好人 哪一個是壞人 但是他寫本少傲江湖 是會跟你說一個很簡單的定理 就是這群糟糕 沒有一個是好人 沒錯 這邊有說要推翻東方 不敗任何行上來 變本加厲 這邊說左冷禅是野心勃勃的野心家 惡不群就是一個危棍子 這個世界沒有好人 然後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到一個很典型的文革色彩 請問你在一本小說裡面 你計算身體卡 看看殺了多少人 你猜猜日月神教的教徒 殺了什麼人是最多的 是 自己人 就是殺了日月神教的人 同樣地下 五惡劍派殺了什麼人最多 都是殺了自己的人 沒錯 其實他們兩個沒有什麼打架 他們兩個在自己打 所以整套文革思潮就是 最愚蠢的位置就是 如果你站在美國馬來西亞 其實當時殺良玉應該離開了中國 那時候他就在看著 哇 很大堆東西 對自己 沒錯 這邊又自己打自己 那邊又自己打自己 打打打打打打打 這個就是整個大型 去到微觀一點點 我們說一下華山派 剛才你說華山派本來很厲害 華山當然厲害 聽我的名字也知道厲害 華山為何會加道中落 華山 來鬥輸了 氣宗和劍宗 沒錯 又是兩派自己鬥 話說有劍宗有氣宗 我先擁有這個海拳 鬥歪爪 面對九零安心 其中惡不群氣宗 但是其實劍宗就是一個老前輩 這個老前輩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圓形角色 但看金融小說中 其中一個也算是最有型的角色之一 就是豐青羊 豐青羊就是他學了獨孤搞劍 然後將他傳給寧胡聰 題外話我聽過蕭先生和沈老闆的節目 蕭先生很擔心沈老闆 你不可以這麼佛系 他怕他變成莫大 蕭雙椰魚 最後蕭雙椰魚很黯然 浪費了你一身才華 但聽完沈老闆說他的過去 你會諒解他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第二件事 他不是沒有工作 除了他的身份 他是一個經營者 投資者 管理者 他在這段時間裡 他有什麼是石破天驚的舉動 你看他的頻道 他找了馮同學進去 其實他不是莫大 他是豐青羊 他把獨孤搞劍傳給Jacky Fone 這樣江湖就完全不同了 然後我就在這裏笑 耶 沒錯 這個題外話 你這個說法 我們問了很久這個問題 就是我一身好武功 自小之能神 但是這樣的情況 我一身好武功 被你鬥得我死 那我就躲在山洞裡 但也希望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有人敢說我這樣的投射 沒什麼所謂 絕世武功也是很精彩 這部戲裡面 大家都爭促一個武林聖典 爭促葵花寶典 或者葵花寶典裡面有幾個名字 辟邪劍譜 最精彩的就是 玉蓮神功必先自古 這個就是玩到爛的一個笑位 但是你想一想 他又有些政治寓意 當你去到所謂的武林至尊 如果你回到現世裡面 可能是最高首領 在政治上面 尤其是在中國政治上面 你要去到最高層 你是不是會失去有一部份的自己 這個就算是普通政治也是 他對於政治那種厭惡 和那種生氣 他寫到這樣 你要去到一人之下 你要去到九五之尊 你要去到武林之尊 必先自公 你一定要割除某部份的自己 會不會是良知 會不會是怎樣 可能這方面他的講法 然後發覺 他覺得很可笑 有人覺得很可笑 誰知道到最後 這個又自公 那個又自公 臨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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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平之又自公 整個盲人一起自公 原來 這個世界是瘋的 還有這個 有某程度上 他是一種很諷刺的位置 大家一起人所追求的東西 原來是沒有人知道那件是什麼 因為起碼你不知道 不過你知道相傳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陰影 所以有全年獨孤狗劍 都是壁斜劍譜 一開始的時候 就以為令和充練了壁斜劍譜 但是整件事 就是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有一件事很厲害 但誰知道那件很厲害的東西 你拿了回來 你又不是很想要的 起碼只剩下很少人想要的 所以為什麼笑傲江湖呢 我說如果第一本要禁的書 一定是禁笑傲江湖 如果今時今日還要看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是很容易大 你說我們這些 是否才是境外亂說的人士呢 我們說一說一說 以後的學生看笑傲江湖 就不是這樣看的了 以後的學生看笑傲江湖 你就當他是港版國安法那樣看的了 沒錯 黨和拜是怎樣分 誰打誰比較多 你以為現在的國安法 拘捕我們多些 或者拘捕外面的人多些嗎 當然是拘捕外面的人比較多 我們都不爭位 原因是因為 日月神教的人 是不會搶到五岳劍派的位置 五岳劍派的人 不會搶日月神教的位置 你要拘捕的 當然是拘捕自己人 怎麼會拘捕外面的人 文革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建制派最大的敵人 就是旁邊的建制派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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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日月神教 五岳劍派 就是為了內鬥 就是欠武林之尊 其實真的很厲害 50年後 你沒有了反對黨 你以為建制派可以維持多久 你現在是不是建制派同氣連枝 好 我就看你同氣連枝得多久 接著就是陰公道連枝 你想想陳永欣那些也有寫話 這個人又是及時轉態 那個又什麼 這些其實你放回少傲江湖 這本書 首先第一本我們應該要公告的書 就要公告這本少傲江湖 這本是值得應該下架的書 這本是根本上軟對抗 23條的毒物 如果管制有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東西 少傲江湖才下架 沒錯 因為他最大的 我們今天未必有時間講陸鼎記 因為陸鼎記的神龍教 都是喜歡拆下架 喜歡拍馬屁 還有說韋小波的處世之道 但是少傲江湖最震撼我認為 最值得按個位置就是 你任我行大力譴責東方不敗 但當你上對的時候 你是被他變本加厲 你以為我轉一個人 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誰知也是這樣 這個概念其實很恐怖 如果你說到陸鼎記 趁有少許時間可以轉過去 因為少傲江湖下一本書 就是陸鼎記 如果你在講這個作家寫的時候 正確是 作家寫的時候 也是剛剛寫完陸鼎 少傲江湖十幾天之後就開陸鼎記 擺得太窮 要看連續劇 開下一部 開下一部 而這麼巧 陸鼎記是另一個時代 陸鼎記寫的時候 已經過了六七暴動 那時候大概 還沒過整個文革 這是有趣的地方 大概1969年寫陸鼎記 69年寫陸鼎記的意思是 六七暴動已經被人鎮壓了 已經解決了六七暴動 但內地依然是有文革時代 文革是去到七六年左右才沒有了 但六七香港就已經 六八、六九已經安全了 接著那些什麼香港節 大概是七十年、七零年那些 好了 這個時候你寫一本小說 你寫一本陸鼎記出來 你是算什麼寫陸鼎記呢? 陸鼎記的中心思想 就是外國人都是好人 你想想 整個陸鼎記的中心思想 就是一個人想著光伏看室 然後發現 其實外國人都不錯 陸鼎記有幾個思想 其中有一個是被周星馳發揚光大 因為當初陸鼎記的時候 當初韋小寶 他說整個中國裏面 還是人欲中一種口喊喊的 反清奉命 尤其是天地會 一定要反清奉命 然後他說背到上腦 揚州十日 家定三圖 其實你想想 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這個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大屠殺 日本大屠殺 大屠殺 魏小寶 他是雙人 他也是康熙的紅人 然後他見證到康熙的管治 挺好 這個說法 第一重就是你所說 英國老館 挺好 這個不是第一重 這麼簡單 其實挺明顯的 如果你看看六頂記寫法 就是六九年十月 開始寫 寫到七二年的 但六七暴動 其實十二月左右已經完結了 然後香港折發生的時候 大概一九六九年 又是十二月左右發生 其實已經在祝福 而且反過來 那時候查良庸是個明報老闆 他真的是在大英帝國下面的香港殖民地的其中一個紅人 他擁有一個紅紅的中國的心 但我又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子民 這個第一重 如果配合你的背景的話 其實當時整個金融的心態都不同了 很明顯 小澳江湖的心態是甚麼 是不能搞的 很簡單 對於寧胡聰第一身的角度是不能搞的 六頂記是甚麼 是有得搞的 這麼艱難的環境 我可以搞的 我在天地會吃得開 青木同堂主 我在皇帝身邊也可以搞的 甚至他連在紅教主 在神龍教也有得搞的 很厲害 這個預視了二十多年後 就是香港人的政策 你到了後期 小寶神功 小寶神功的背景就是八九十年代 香港人是怎樣處世 我告訴你華洋黑白 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告訴你哪個老闆 康熙也是我老闆 陳近藍也是我老闆 洪安通也是我老闆 哪個老闆 連俄羅斯那邊就是我老闆 俄羅斯公主我也要做 吃得開吃四方飯 這個是香港人打後二十年的寫照 與世怪接鬼 這件事很厲害 當時金融應該不會這麼快 可思到香港會發展到這個地位 但是《六頂記》就寫了出來 《六頂記》這本書 其實已經沒有前奏去鋪店 那本就是六三年寫的《天龍百步》 《天龍百步》你寫《蕭峰》那一段 已經在問那個問題 你是漢人還是撩人 其實沒所謂 你又漢又撩 旁邊復國那個你也算了 你老爸也不是這麼想 但是你去到這個《天龍百步》 你去到《六頂記》就是解決了《天龍百步》 完全是跟你說 不叫你 總之有乃便是糧 那些就立刻做到 沒錯 但是你整件事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在這裡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整班東西一出來 第一件事就問了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現在你那個情況 是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六頂記》一存在的時候 開始說《六頂記》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這個是不是叫做 二十三條叫做什麼 這是什麼 煽惑叛亂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總之是煽惑叛離 你是不是叫別人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你現在問一個問題 《六頂記》的概念 根本上就告訴你 你的國籍是不重要的 你的效忠是不重要的 Performance是比較重要的 沒錯 《六頂記》就是賺水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們香港人就是賺水 香港精神 有些網友可能不喜歡 但是這樣說 不要緊 大家都是做生意 和氣生財 其實打後為什麼金融會這麼推崇鄧小平 鄧小平也是說這件事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你不要說什麼意識形態鬥爭 你不要說統一天下主 你不要統一毛林主 先賺錢 我告訴你老闆是外國人 還是中國人 我賺錢 就是國泰民安 這個意識形態 完全是給香港人打後幾十年的發展 而我們現在看到 就反過來 你幻想一下韋小寶 在皇帝身邊說 我要回青鳳榮 現在就是這樣 你在外資面前 你去抨擊Anthony Blinken 你跟布林肯說 狼子野心黑社會威脅 沒錯 然後你走到陳近藍 你這個反賊 你這個黑暴 然後走到蘇聯 你這個外國勢力 你是很威猛 但是就弄成這樣 所以有一天 習大大走過來香港 走來跟你說 我們拍一套這個綠頂記給大家聽 那你就笑死了 沒錯 香港人的成功的路 我不是說一定是對 成功的路就是 你是由 惡不群阻冷閃任我行 走到韋小寶 我們不是說意識形態 不要說內斗 不要說統一天下 我們要什麼 有錢賺 有老婆 人生還不開心 七個老婆 對不對 不行了 十幾個老婆要做其他活動 那些是犯法 很漂亮的老婆 然後做大官 綠頂功 吃得開 還沒有練功 小寶是基層出身 對 你說那些 有些是寫得衰的 有一套是迫血劍 寫得衰 然後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神雕俠 寫得衰 兩個是靠負任的 哦 靠負任 這個很 對 原爸爸 不過不是那個爸爸 哈哈 逼血劍有原爸爸 大哥 然後你旁邊那個也有其他的 靠負任入大黨 當然是厲害的 那陸頂記跟你說 我在這個新的清朝下 我是什麼出身 對 我是清流之子 對 沒錯 基本上我在清流裡面 玩得很吃都很開 沒有學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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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江湖上滾回來的 我們來玩的 我們來玩的 來玩的 來玩的 吃老的 吃幾家茶禮的 陳近南式打功夫的也沒有用 沒有用的 我出外教朋友的 我有多龍 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OK 最怕什麼最怕是二五仔 最後也是 但是整個意識形態就是 由鬥爭去到搵食 結果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你反過來就是由搵食 去到鬥爭 所以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覺得應該是對的 如果你搞國民教育團 如果你合乎習大大搵水的心意 但是不合乎國安法 就是笑澳江湖看到六頂紀 但是如果你想香港學生 真的學得好今時今日的狀態 就由六頂紀看回笑澳江湖 沒錯 沒錯 真的 你說得很對 如果你只看笑澳江湖 或者最後結尾笑澳江湖 你就符合國情 就是躺平 不是躺平 不是躺平 你是日月神教的 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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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沒有錯了 那時候不是有個什麼博士 什麼博士生 他說我只有天才兒童 最後就是 我什麼都不做 爸爸又給我錢 不做到什麼都最好 就好像寧胡聰 寧胡聰 寧胡聰是天下第一高手 他已經還有吸聲大法 已經學了所有的東西 還有獨孤搞劍 但是他最後決定打打殺殺 沒有餘案 我回去劈走那個 然後天才兒童決定 我回到北京 我爸爸幫我交租 我決定不找工作 然後美其名是少傲江湖 我不是躺平 我是少傲江湖 這些是讀書和不讀書的分別 不讀書就像金融一樣 寫四個字叫少傲江湖 那邊就是兩個字 躺平擺爛同潤 沒錯 你叫現在人不要學寧胡聰 你學什麼 有兩個選擇給你選擇 要是你在五惡劍派殺出血路 內卷 要是內卷到自攻 你有想過嗎 如果我是個學生 你跟我說 阿sir 我今集想表演內卷 內卷到什麼 就是鱷不群要自攻 這是內卷的結論 要是你在日月神教上位 但是兩邊上位 都有一個結局 你都是要自攻 但是鱷不群最後都輸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高登還是誰 有些天才高手在民間 就算自攻 就未必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連累人 欲練神功必先自攻 就算自攻 就未必成功 回到現在 無論你商界好 你政界好 你要成功 你政界上到位 最後都要愛國愛黨 你一商界 最後都要愛國愛黨 但是我覺得最有趣是什麼 就是整套金融入面 如果你反過來 我覺得合乎主旋律 你找不找到一本 哪一本叫做合乎主旋律 少少的愛國的作品 其實整套東西 一直是說遇到遇到的 嗯 金融本人就是一個極度在中國政治敏感下面 生活的人 沒有 你唯一說多一點就是以天屠龍記 但是以天屠龍記 其實也不是很愛國的 很多國際關係 很多外國人都在 是說左教的 一張無幾個是左教來的 是啊 就這樣吧 OK 我記得是射雕英雄傳 有多一點 所以香港政府是用射雕英雄傳做閱讀理解 因為郭靖是保家衛國 是啊 保家衛國 郭靖本身是一個 所以只剩下射雕英雄傳可以看 合之大 但是你要問一下 保家衛國的下場是怎樣 郭靖最後就成為一代大俠 是嗎 是嗎 含包 是不是 這個要看得深一點的煙囪記 這也不是煙囪記 是不是煙囪記 最後遺漏落到的就是 航龍十八丈 即是航龍有灰 你別以為非龍在天很厲害 最近是航龍有灰 OK 所以你加上整套東西之後 我們得出一個 可能在今次YouTube 或者在小紅書 有時候也有剪片回去 是嗎 是小紅書不會看的 不會告訴你的金融故事 其實金融本質上就是軟對抗 尤其是在這個時代 金融是一個軟對抗的東西 沒錯 落架 實名舉報 OK 好 大家各位網友 多多指教 今天有些什麼說得混亂的地方 多多爆陷 如果有小紅書的小粉紅的話 歡迎指教 OK 隨便發揮 OK 最重要是給多個表 如果各位網友 有些什麼另類 我想其實很多網友都會有看的 通常都會有意見的 歡迎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們講這些 你也有些興趣 或者你也知道多少點唱的話 也歡迎大家去給點評論 我最擔心鄧炳強之後又不知道怎麼辦 我最擔心 因為現在香港正在搞金融展 不知道還完了沒有 如果大家聽著我們那集行金融展 我們沒有興趣去挑撥離間 或者煽動任何東西 你自己聽還聽 你看還看 我真的在想 一會兒他把旁邊的金融公園放進我們 應該不會的 他們眼中看的就會是另一件事 是啊 你跟著一些正式團 我們這些狗屁不通的 沒錯 正教眼中 邪教永遠都是邪教 OK 就這樣 好 感謝各位網友支持 那又看看下個禮拜回來 講些什麼話題 回來 終於講一些正經的事情 我們 拜拜 拜拜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遠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啊 世界滿日的啦 滿日啦 立即加入我們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每月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件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細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的了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啦 拜拜 大家好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到這樣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 調離危險的地方 分散風險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立即follow